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觉得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在主要是发生西方国家方面 因为西方的宗教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教廷对科学很大的打压 因为他们担心科学要挑战他们宗教的信仰 因为他们宗教信仰是认为他们的主是创造一切 主宰一切的神 以科学家不相信这一套的 所以从中世纪以来就打压科学家 尤其是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比如说加利乐这个科学家 大家知道他是打压被消失的 后来慢慢就又是改变 其实到最近一百多年来 在美国很多现在对科学打压是从打压物理学 现在转变打压生物学 比如说在美国有些省份他们有法律 不允许造到进化论 这是对生物发展的打压 所以因为这个教廷对科学打压 要导致科学家的反馈反驳 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批评中教 只因为他们受到中教的打压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科学没有中教是那个啥子 中教没有科学家是这个瘸子 就是说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科学家没有中教的信仰 可能他变成一个人极大 因为科学可解决一些问题 他们做科学研究 没有照顾科学效果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我觉得做一些武器 杀身性非常大的武器的科学研究 所以是对人类有很大破坏性的科学研究 这些科学家可能就没有好的中教信仰 所以好的中教信仰佛教徒 他不但有智慧更有慈悲 当然有慈悲心底上 你就不会做这些杀身性杀人的科学研究 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应该有中教信仰 才能让他们做的科研 有中教的规范 道德的规范 就是在这个课题确立之初 就必须有正确的判断 到底这个科研是否值得去进行 对人类是否有伤害 好 看不见不见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科学家到底需不需要宗教信仰呢 从他的充实研究的领域当中 有些可能需要信仰 有些不一定需要 我以前看过一个 好像是中国珍协的一个报纸当中吧 就是说 获得诺贝尔奖呢 实际上是应该1901年开始 一直到1997年之间 将近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纪当中呢 大概有600多个科学家当中 实际上96%的科学家呢 是有宗教信仰的 只有百分之几个人呢 没有宗教信仰的 也有美国其他的一些 这个 有一些统计吧 就是统计当中 有60多位当中呢 就是只有21个人 没有宗教信仰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认为 作为信仰宗教呢 实际上 从丹丹寺研究的课题来讲 可能没有信仰 没有也好一点 我去过一些西方的国家 他们很敏感地问 你是信仰的一个宗教 有没有信仰 我又一次在一个学校里面 研讨会的时候 不小心问了教授 教授很不高兴 说是这是我的因此 关你啥事 还有 当然我认为 作为一个科学家呢 最终可能有信仰很好 因为 其实 通过宗教 就是能解决我们人类的 生老死病的很多的痛苦 通过宗教 就是可以内心当中的很多的痛苦 所以我记得以前 唐一碧博士也是说过 我们人类的历史呢 实际上是宗教的历史 那么从历史看呢 所有的这种发生呢 实际上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如果没有任何信仰的话呢 也许它完全排斥所有的宗教的话 它可能在研究的利语当中呢 也许可能缺少了一部分 因为 我们精进的一种科学的研究 对无知 可以的 但人类的问题 不仅仅是无知 还有情感 还有信仰 还有 很多更深持的内心的一些问题 内心的问题更麻烦 因此如果 作为科学家 要研究它的话 很需要宗教的信仰 或者是宗教的研究 也就是说 有没有宗教信仰 可能对你的科研的水准 和它的成果 似乎没有更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 在它的动机 在精神层面的引领和指导上 可能会有一些缺失